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講到陳情的事項是 因為調閱了103年7月29的內政部營建署 同鄉發展分屬延期審定文裡面 還有107年的3月27審定文中都採納 106年8月被公展圖 復興街東側調整為第三種住宅區 可以原地保留 但是在107年8月公展圖 卻把復興街東側全部都改列為產二專區 那我是被改列為產二專區 土地上面的居民 那這個地號 這個地號上面有10個住戶 半數以上都是拒絕成收的 那我特別提出這個陳情 可請各位港官能將此地段回復到微住宅區 替途徵收 本人所居住的土地雖然是農務用地 但是在房屋坐落於這邊土地上已經很多年了 而且是樹列連續市的共同住宅 而且是陳情人辛苦數十年積累下來的 僅存的住宅 房屋罪案不大 但是是我們辛苦工作晚上可以回來休息的地方 那也是我唯一的家 那希望各位長官如果不是公共建設要用的地 是不是不要與民爭地 當權者可以用任何理由來執政 但是如果能讓百姓安居樂園 得證可以得到民心 那希望各位長官可以聽到我們這些 居住人民需求跟聲音 請各位長官可以回復到原來的案子 替除自強街東側 這邊的產樂專區 恢復為原來住宅區 可以替除我們區域徵收 謝謝各位長官 好 謝謝